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超全聚数字 对不对 它的名称可以叫做预定一变量 也可以叫做预定一数字 总之不管名称叫什么 那PHP有这个 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发特性 对吧 那咱们前边了解了什么是超全聚数字 那超级数字有9个对不对 那这点开始呢 足一来学习每一个的功能 当然了 有一些超级数字是后边 咱们的一些课程都会介绍详细使用介绍的 对不对 那在咱们课程中呢 现在咱们只是稍稍了解一下就可以 但是有些东西呢是现在可以怎么的 可以详细学习的对吧 那这节课呢咱们来学习两个 一个是浮气的变量 一个是环境变量 好吧 先看一下浮气的变量 那它的超能力在哪呢 首先它是一个数字 它也得全聚用对不对 这些都是数字都可以全聚用对吧 但是它有超能力 它的超能力呢 就是可以过去从这个变量中 获取所有浮气的一些信息 听什么啊 所以你想获取服务器的比如说服务器的IP地址 这个外部服务器的官员邮箱是多少 获取外部服务器的文档根部录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通过它来获取 这是它的超能力 听着吧 那我们来把它打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输出一下 这个PRE 再输出一下 斜盖PRE 我们来 扶轮打印一下 这个劳务器向外面 IgO122 来 然后我们前面最好再输出一个 在这个地方吧 输出COOT 我们看一下它的数量 有多少对不对 在这边再输出一个话啥吧 来 我们来了解这个变量 看一下 末日速度里边有33个 对不对 这里边是这个数组 默认自带的值 对不对 不用自己新创建 就比如说妹子 假如说你要嫁人 对不对 那 默认刚一结婚 是不是家里边就有一些家底 关键面料在这 对不对 那有一些东西是需要你和你老公共同创建的 对不对 那这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干嘛用的 不是说全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当然几乎每个都有用到的时候 但是有几个是特别重要的 比如说这里边我现在想获取客户端 他现在在使用什么浏览器 我怎么办呢 你看这就是用户上网是用浏览器做代理的 就是浏览器带你帮你上网的 你只要通过浏览器输入地址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在浏览器的就知道使用什么浏览器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用一下 就跟普通数组的用法是一样的 这话到了下号线 0 你加这个 对吧 然后再输出一下话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网 往上 是不是就把这条鱼就打开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像数组一样绑这个 那其他的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单独的访问 对不对 当然了你便利处理是不是也都可以 对吧 那这里边都哪些有用呢 比如说咱们提几个像这个或许RTTP的主机 浏览器 对吧 什么时候假如说过去扣扣这览器有什么用呢 那你可以 比如说 后期当学习的时候 用户如果换浏览器了 是不是怎样的重新登录 用这个就可以判断 对吧 那当然不用去截取 你就把整个打印 因为不同软件整个这个图片是不一样的 对吧 如果用IE访问的话 其实这块提示的还是帽子的 对不对 咱们要看里边的盒 就是什么 才可以啊 那像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变量一些信息 对吧 还有特别是下边 像服务器的软件 一般能做安卓 打印环境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 还有服务器的名称 服务器的地址 服务器的端口 客户端的地址 服务器的文本 什么 发布网站的文档根部 对吧 还有 像这里边的 什么呢 比如说 使用的协议 对吧 还有这个 经常用请求的UI 那包含我们带参数请求的 比如用户名等于I的你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参数请求的 是不是也都有啊 对啊 那也有一些东西什么呢 也有一些是根据用户的不足的请求 才能出现的 比如说 我这会来一个 User User 在这边有 就放入IDD 我用一较 你看长的时候变成35个了 多了哪些呢 看一下 这叫pass info 多了跟pass info有关的信息 是这两条吧 那我不加这个 你们盯好了 看一下 看一下下边这个 我如果不加 是不是就变成33个 刚才那pass info 那个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的 预定义这些变量里边的值 不是说固定就是第三三个 有的时候会根据用户的 不同的请求或者一些不同的操作 会怎么的 变量会增加或者减少 听着吧 嗯 那现在 咱们经常用这个 除了获取浏览器 咱们还经常获取 文档跟误入 什么请求的UI 对不对 还有请求的参数之类的 还有一点 我要给大家一个重点提示 咱们经常会获取客户的IP地址 听懂啊 那获取客户的IP地址呢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可以使用这个物流地址 看到这个了吧 那我们来写个函数 我们来获取一下 我就在上面写的 看一下 faction getIP 过取客户的IP地址 然后直接retain返回 wcell键 srvr server里边的 这个 然后我再说话 echo一下 调一下 getIP 然后再输入一下换行吧 请看一下 我就可以获取到客户的IP地址 刷新一下 127.0.0.1是个我的辉换地址 对吧 但是如果你就这么草率的获取IP地址 如果是面试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给你分的 平时它开发的时候呢 也不是就这么简单的去应用的 但是好多新手都是这么去用的 是什么 因为咱们刚才说过了 当时下面srvr会有可能根据用户的不同的请求对不对 它这里边的变量个数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这个路由地址这个参数 就这个变量 有可能获取到你80%的IP 客户的IP都可以有效对不对 但是也有一些是没获取到 对吧 80%不是百分之百吧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用户比如说用其他的客户在访问 比如说派的手机或者用面试行直接请求网页对不对 这个时候不同的请求它就会有不同的获取扣到IP的一些方式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一下百度我们过去查询一下 这是重点提示大家的 比如说百度我们 prp 获取 看这直接就有网页 扣到IP对不对 对吧 咱随便找一个函数 比如说过去IP有很多种方法 对不对 你看 咱随便找了一个网件 这个不太好 换一下 再找过去IP 看这个吧 是吧 这有这么多 那我就稍稍提示一下 你看 这个 我先站过来 然后 这个 站过来 当然有多种方法 我只得给大家写一种方法就可以 那这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 他会通过 倒入下去 S12 V12 里边这个获取扣的IP 看到了 也有的时候通过这个去获取扣的IP 优先机是什么呢 如果在这个超全局速度里边 SERV 倒入下去 SERV下面 如果有这个存在 就必须用这个获取IP 这个不存在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存在 用这个获取IP 这俩都不存在的情况下 采用这个获取扣的IP 没有这个最远了 如果这三个都不存在 那么就获取不到扣的IP 听懂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 既然有优先机 咱们就可以用前面学过的分支结构 对吧 对 对 否则如果排斥关系 先判断 如果 NPDI 判断谁 判断这个是否为空 对不对 为空的时候用它吗 不为空是用它 所以之后我们加一个什么 加个取塔 符号 回来 这样的话返回 这个 这就能做到 如果这个不为空 是不是就用它过去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排斥关系 否则如果 再判断谁不为空 对 这个的时候 变得比较长 对吧 如果这个不 上面不为空了 这个要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用它来获取什么 客户的来提议 对吧 返回 那再否则 如果 什么呢 这个不为空 对 NPDI 我们就返回 这个过去 不得的 那如果这几个都为空了 那就否则返回 什么 这话车 返回一个最后 就是什么 未知 IP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 来 过去一下 小心一下 这个错误 在28号 这两个我没怎么拿 没删掉 对不对 来 看一下 是不是还要智能 过去看看IP 虽然跟刚才那结果一样 对不对 但是其他情况的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了 然后 然后就没问题了 大家写客户的IP 可以参考这种方式 就可以了 只是提示大家 别简单的用一个 这个去获取 知道吧 它获取的不全 就这意思 那除了这个 里边其他的选项 就是大家根据情况去用 知道吧 就不详细说了 以后会遇到哪个 能够不说哪个 那咱们说了 这几个咱们还有一个环境 别量 除了道路向远 server 对不对 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 可以读一下 这个能获取什么信息 对不对 那咱还有一个什么呢 环境 也服务器跟环境有关的东西 其实这里边大部分值 在道路向远 server都可以获取到 另外它获取环境 信息在开发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必要 知道吧 所以道路向远 ENV这个级别 你只需要知道 peerp有这个超全局数字 就可以了 他用的地方不多 基本上没用 知道吧 大部分都在用谁啊 道路向远server 所以这个我就不重点说了 知道吧 你可以用比如拿打印象 它的值 里边包含什么信息即可 用到的地方不多 但是得知道 有这个信息 OK 好 这就是这节课 我向大家介绍的什么 两个超级远数字 一个是server 一样 ENV 当时现在是server 重点去记 当时ENV了解一下 知道有这个即可 所以咱也读读 重点东西讲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 咱们就见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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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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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